晚山梅花似雪海 品名赏梅有诗意 梅花扑鼻的香气让人心旷神怡 与三五好友坐在老梅树下 品茶聆听情声 感觉就像走进画里 令人无限遐想 我在梅花树下拌着茶 拌着情声 我觉得是一个天地非常和谐 让这边的人不管是来赏梅 或是在泡茶 可以透露到心里的那种温暖 梅花树下 巧玉曾获神农奖得主陈锦昌 带着他的乌龙茶籍学生 在梅花树下拌起茶席品尝好茶 画面非常惬意 我桌上有排三个杯子 其实那是不给人喝的 因为来到一个地方 我们要敬拜天地 所以我就会先泡一道茶 给尊敬天地这一块 我们说散花 书画 茶 这一块其实都是吻合的 所以想想说用艺术的部分结合在散花跟茶道里面 希望说我们的活动是形成我们自己的特色 除了品茶 有的人还带来自己的宠物 边品茶边与朋友分享心得与喜悦 今天把我自己喜欢的宠物 就是丽秀妍带来跟我们的茶道班大家一起分享 就感觉原来可以在户外喝茶 然后跟家人一起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你完全是不用去思考很多杂事 心情就可以在这里停止下来一样 南投是梅的故乡 著名的赏花景点 竹了乌松伦 还有外平鼎 牛愁坑 峰桂斗 九份二山等地 各地梅花预计从一月中旬占开到一月底 近几日寒流来袭 梅花越冷越开花 民众可得把握这短短约两周的赏花期 新唐亚太电视林立 台湾南投采访报导